凌晨三点 甜皮鸭工房正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七十岁的杨富琼仍然坚持每天凌晨起床 巡视厂房 年轻时他自己宰鸭子 卤制油烫 背着竹篓走街串巷售卖 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那时候一天要做五六百只鸭子 我那个厂的时候 厂好好辛苦 现在我厂出这个品牌了 我必须要给这个味道搞好 每天我都要经管 每天每天只说有很多东西 我都要上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 杨富琼为了给子女和家庭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怀揣着梦想 从乡镇来到乐山市区创业 美味的产品和真诚 亲和的态度 让她的甜皮鸭从小摊车 慢慢成为乐山的招牌名店 乐山人对甜皮鸭的喜爱超乎寻常 在这里 甜皮鸭店几乎随处可见 遍布大街小巷 第一次吃甜皮鸭的人 往往会惊讶于她独特的口感 色泽油润的甜皮鸭放入口中 甜味先勾起舌尖的欲望 轻咬下去 外皮胶酥 嚼一下 肉质细嫩弹滑 糖汁和肉汁充斥着整个口腔 甜皮鸭的味道早已融入人们 对于这座城市的味觉印象里 杨富琼家的甜皮鸭手艺 如今已传了三代 说来也是稀奇 每一代都是由婆婆传授给儿媳 如今儿媳方艳君 已经成了杨富琼最得力的助手 来来来来 眼睛 该回来捕椰子了 嗨 马上 开始捕椰子了 开始了 每个周末 都是这对婆媳在老宅闭关修炼的时间 虽说是婆媳 却更似母女 再杀好的鸭子 首先需要卤制 这些卤料 使杨富琼经过反复尝试精心配制而成 杨富琼是个十分要强的人 也正是因为要强 她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妇 逐渐成为女企业家 1978年 杨富琼从公婆手里 继承了制作甜皮鸭的手艺 她没有止步于传承手艺 她要让甜皮鸭更加美味 更受欢迎 于是她不断研究 用了四年时间选取三十多种香料 终于创出独门秘制鲁鸭配料 经过鲁煮 鸭子去掉了本身的山味 吸收了鲁料的香味 味道更有层次 而习方艳君 如今可以熬制出最适合的糖浆 白冰糖香醇甘甜 加热后反复搅拌 慢慢融化成为糖汁 麦芽糖清甜富有粘性 按比例混合的糖浆 不仅色泽透亮有粘度 而且吃起来甜而不腻 卤好的鸭子放入热油中炸 当地人把这道工序叫油烫 熬好一百五十度的热油 杨富琼要用钩子勾住鸭子腿骨 不停地让鸭子在热油中翻滚抖动 冷热油在鸭肚中不停交替 鸭皮被炸到通红 此时外皮酥脆 肉质却依然鲜嫩 每只鸭子需要一百次的抖动 少一下都不行 曾经杨富琼每天要做五百多只鸭子 仅仅这一个工序 就会让它累到胳膊抬不起来 烫好之后 趁热用刷子将刚刚熬好的糖浆 反复刷在鸭子外皮上 此时鸭皮油量呈现出琥珀色 而高温也让糖浆的甜味快速渗透到鸭肉中 糖浆成了鸭子最好的保鲜膜 温度的改变让糖汁将鸭肉的鲜香瞬间锁住 能够锁住鲜味的糖也将婆媳俩的缘分牢牢锁在了一起 当年刚刚毕业的方燕君在甜皮鸭店隔壁打工 她勤劳能吃苦 为人又热情 杨富琼一眼就看上了她 期盼她做自己的儿媳 谈恋的时候都是婆婆陪着我去逛街 去买衣服 然后我们去买菜啊这些 都是婆婆陪着我 好像老公陪着的时间还没有婆婆多 杨富琼对这个跟她极为相似的儿媳 有着近乎偏心的疼爱 素少放一些 糖是够的 儿媳妇尝心尝得好啊 我起码尝了十多钟了 我都支持她们 我怎么不欣赏 媳妇都是我学的啊 方燕君跟年轻时的婆婆一样 总是变着法研究新菜品 把甜皮鸭做出更多花样 让食客们一饱口福 也让自己悄悄绽放 糖就像是生活的粘合剂 把一家人粘合在了一起 锁住了亲情 也锁住了甜美的生活 看似平凡朴素的大蒜 生姜 八角 花椒等香料 化身于卤汁 不险山露水 甚至不着痕迹 却让众多卤味 焕发出别样光彩 香料的招式变化万千 卫行各异的植物紫石 根莲甚至树皮 有的翻山越海 有的本土开花 其中有一位香草 是鱼的最佳搭档 在四川盆地里散发出 它最张扬的香气 乐山古称加州 是三江并流之地 河流纵横 鱼仙丰富 靠水吃水 无处不在的鱼仙 自是不会缺席 乐山自古就有 烹鱼食鱼的习惯 从乐山汉代崖木中 出土的刨除涌身上 可见乐山烹鱼历史之悠久 刨除涌衣袖上腕 一按至于膝前 按上清晰可见一鱼 涌左手按鱼头 满脸堆笑 表情生动活泼 为不同种类的鱼 找到不同风味的最佳拍档 乐山人身怀绝招 距乐山市四十多公里的马村镇 就有一道生名远洋的鱼菜 马村祸香鱼头 在乐山的名气相当于长沙的剁椒鱼头 即使身处偏远乡镇 仍然让众多爱好者 不惜跋山涉水 奔赴千里 祸香是乐山人吃鱼的独家香料 祸香与鱼菜可谓绝配 加一点 多一点 再来一点 这道祸香鱼头端上桌 像上了一盆青菜碎 只有一勺勺的热汤 才能唤醒这盆鱼头的鲜香 吃这道祸香鱼头也有讲究 用勺子摇起身穿绿衣的半片鱼头 再浇上一勺浓浓香味的鱼汤 没吃过祸香的人 第一次品尝会感受到冲鼻的刺激感 而喜爱他的时刻 却觉得这是一种一吃就上瘾的诱惑 爱不适口 一往而生 俗话说 食肉不如食鱼 食鱼贵食鱼头 鱼头鲜滑的口感和充足的交质 甚至比鱼肉还走俏 东北的三文鱼头汤 山东的黄焖鱼头 江浙的香糟鱼头 湖南的剁椒鱼头 广西的酸笋鱼头汤 广东的生者鱼头包 各有调味的奥妙 到了乐山 这奥妙就藏在一把货香里 今天我过生日 我们几个朋友从乐山专门过来 香味比较浓郁 很独特 最早在这家店吃到货香鱼头的时刻 年龄可能比功勋还大 小店五十年如一日 只经营着一道主菜 货香鱼头 十五年前 功勋在乐山市里做厨师 货香鱼头 是功勋的舅舅做了一辈子的菜市 舅舅年纪大了 将小店传给了功勋 清新的环境 平淡缓慢的日子 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 让马村这样的小城镇 充满生活气息 我从小家的生活 在我们家里来说 因为我是一道 我们家里来说 太山美食 比如说成都 雅根 还有志工 宜兵 这也是周边现实的 他们都会自己 下车过来 即使小店打出了名声 功勋 依然固守着马村镇 因为小镇 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马村水库 水库中养殖的花莲 也叫胖头鱼 使功勋 做货香鱼头的主角 老把式出厂 意味着今天 不会空手而归 花莲的鱼头 是整条鱼 营养最丰富的部位 功勋店里的鱼头 没有大块的鱼肉 富有胶质的鱼头 才是真正好吃的部分 处理好的鱼头 要反复清洗 腹部的黑膜 鱼腮和鳞片 是鱼头兴杉味的 主要来源 已经劈开的鱼头 要反复清洗 直到盆里的水 变得清澈透明 在炖煮时 更能凸显其纤维 以待与农乡 获香的相遇 只有母亲准备好的获香 功勋最为放心 喂 你要提它 这味道 我要味道 好好好 我妈就回了 获香是一种散发着 浓郁清香的植物 既是一种常见的中药 也是食物中常见的香料 药食两用的获香 有解暑 抗菌 消炎的功效 每天早晨 功勋的妈妈 都会亲手捡下 带有八九片叶子的 获香精 这是获香最富含 挥发性芳香油 且最鲜嫩的部位 这些掐头去尾的 获香叶 是店里五十年如一日 不变的味道 四季伦柱 这片获香田里 功勋的妈妈 从没断过店里的供应 即便在秋季 获香开花接种的时候 捡去获香花的嫩芽和叶片 依然是鱼头的最佳搭档 那时只种了一年 现在我儿子就接了以后 谁还可以吧 就要放大片大片种来个 获香叶是纯形科 经界署植物 既可用作汤中做料 也适用于烫料提味 他那个鸡鱼应该开始做了 父亲是家里的大厨 只要父亲做鱼 整个家里都必定弥漫着 获香那熟悉的味道 哇 好香 我也啥味道了 哇 就是这个味道 太巴适了 这是 嗯 融合不讷 抓牙 哇 kaikki 走到 downloaded 所有生命 吸入 surely 吃到又是 咳咳咳发生 富豪 王 去 猫 骑 祝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些难以言说的奇妙感受 云贵高原的东南方向 林密古深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有更多别出心裁的选择 民以食为天 中国人喜欢用美食 来表达心意和尊敬 珍贵的食物 往往要留给长辈 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是中国人的代客之礼 在柳州 这份礼 就是一道酸辣鲜香的醋穴香鸭 它做法独特 热油爆锅 倒入鸭块和各种调料 炒至七八分熟 待到出锅前一分钟 倒入一碗加了醋汁的新鲜鸭穴 快速翻炒 让每一块鸭肉 都能均匀着色 柳州人觉得 这种紫红色的香鸭 代表了代客的真心 不过醋穴香鸭极难烹制 不仅要精准掌握火候 还得懂得调香入味的门道 七十多岁的一只缝 是四川乐山冷锅串串江湖里的 女中豪杰 她经营的这家波波鸡小店 生意可谓是红红火火 食客们不仅冲着她的热情而来 更是被她制作波波鸡的味道所惊艳 一根竹木 可以串起各种食材 也可以串起中国的版图 大西北的红柳枝羊肉串迎风飘香 大西南的串串上有猪脚和鸡脚 东北人把鱿鱼海肠做成了烤串的上品 到了四川 一根串串更是神通广大 可以冷吃 也可以热卤 可以油炸 甚至也可以下火锅 在四川的串串小吃当中 最经典的代表莫过于波波鸡 波波鸡 它虽然名称里带一个鸡子 但并不全是鸡肉 最初的时候 波波鸡是以鸡翅 鸡针 鸡脚筋为主要食材 因此而得名 后来 藕片 供菜 竹笋等各类新鲜蔬菜 逐渐成为餐桌上的新宠 波波鸡的名称依然被沿用下来 而且越叫越响亮 而在众多川味波波鸡口味当中 最负盛名的当属乐山的波波鸡 乐山 除了人们熟知的峨眉山和乐山大佛 两大旅游王牌 这里的波波鸡更是声名远波 因为乐山是波波鸡的起源地 易志凤的外孙叶志利 刚刚大学毕业 思想前卫是这家小店的新进打工仔 可是近来 叶志利这个打工仔 却产生了让外婆退休的念头 这次回来准备接一婆婆的班 准备让她退休了 然后我来做这个生意 我觉得我没问题 在外婆看来 想要做好波波鸡并不容易 出入社会的业志利 还需要更多磨练和学习 然而 叶志利并不甘心 想让外婆赶快把波波鸡的制作秘方 传授给她 这个年轻人 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但她的外婆并不这么认为 现在还不放心 现在还不会多次的经历 才把东西组得好 乐山坐落于 民江 青衣江 大渡河 三江交汇之处 发达的水上交通 催生出乐山兴旺的码头十四 关于波波鸡的起源 流行两种说法 都跟乐山的水运有关 其中有一种说法是 过去乐山附近的倩夫 劳动强度大 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吃饭 河边就出现了 用竹签把食物穿起来 方便倩夫在工作间隙 边走边吃 此后 以竹签为器 穿起食材 成为乐山人 一日不可或缺的便捷快餐 一只凤经营的波波鸡小店 虽小 但它早已成为乐山当地人的回忆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一只凤曾经挑着扁担 走街串巷卖波波鸡 就在那时 不少人追着它买几串来解馋 很多人都习惯这一口味道 吃上一份波波鸡 感觉一天因此而圆满 这道和乐山人情感联系密切的小吃 美味的关键 就是一只凤几十年 积累下来的经验 它正在一步步将其中的奥秘 毫不保留地 传授给自己的外孙 早上七点钟 一只凤背着竹框来到菜市场 挑选当天小店要用到的新鲜食材 我背的背了二十多年了 这个背的 满满一框蔬菜 重量超过15公斤 背着它在人流中穿行 是一只凤二十多年来 每天必须要做的第一件工作 除了新鲜的食材 波波鸡美味的关键 在于油料的制作 只有选到正宗地道的香料 才能炼出上好的 红油与藤椒油 好的东西好 我一直做这二十多年 都能好多人买的 要要翻要翻 今天我要翻 红油的制作 辣椒炒制最为关键 将辣椒捣碎 锅中下菜籽油 新鲜花椒逼出香气 要让每一粒辣椒在油中绽放 火候的把控同样重要 这妈妈来 这个又妈妈来 你看看看 今天有得了 吹了 可以了 可以了 一只凤能依靠爆裂声 判断辣椒的成熟程度 只有听到辣椒们 在锅中的歌唱不再走调 辣椒才算是炒好了 麻辣鲜香 清凉爽口的波波鸡 除了麻辣鲜香的红油以外 食材必须脆尽十足 这其中 鸡脚筋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新鲜鸡脚用沸水煮熟 切去指甲 剥皮去骨 抽丝剥茧 才能得到完整的鸡脚筋 鸡脚筋制作繁琐 数量有限 却备受时刻青睐 叶智利最想让外婆 传授给她的 就是鸡脚筋的制作诀窍 这样子说 对对 我推 对对对 对 劈 可以 马上都要断了 这有些地方都还太手深了 这就是新手跟老师傅的区别 菜品处理看似简单 实则有很多门道 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学会 莴笋是蔬菜中的爽脆担当 切片的厚度会直接影响入口的脆劲 叶智利从小由外婆带大 波波鸡伴随叶智利的成长 可以说波波鸡的味道就是外婆的味道 20多年前 外婆女强人的形象 一直伴随着叶志利 从幼儿园直至大学毕业 在她看来 外婆几乎无所不能 但直到去年暑假回来 叶志利有了接手小店的打算 她整底尿的时候 就会放了这一样 就会忘了下一样放什么 她到底放没放 她也要会忘她现在 强悍的外婆 终有老去的一天 稚嫩的外孙 也将长大成人 23岁的叶志利 要为外婆减压 将外婆的味道传承下去 让这道地方风味小吃 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汇流之地 大佛坐镇千年 在这片乐山乐水之上 人们感念天赐的风饶 也毫不遮掩 对其中滋味的沉醉 由此诞生的乐山味道 既有上河邦川菜的包容内脸 又有独树于乐山的随性亲民 山水的相逢 滋味的流转 化作市井风味 辅慰陆路机场 苏鸡镇 史称桂花厂 距离乐山市区 约8000米 曾是连接乐山 与峨眉山的交通要道 水路码头的兴起 让这里一度成为 杀牛饭肉的集散地 起初人们只受牛肉 内脏往往被施为肺料丢弃 直到敲脚牛肉的出现 一口锅容纳了一头牛身上的 绝大部分器官 牛内脏自此成为抢手货 苏鸡也成了乐山 人尽皆知的美味源头 如今在乐山大大小小的 敲脚牛肉店数不胜数 可资深吃货都知道 要吃最正宗的味道 还得到苏鸡来 每天中午 上百头牛 从各地抵达苏鸡 沿海坊在苏鸡镇上 经营着一家敲脚牛肉店 每天下午 他都会亲自到牛厂 选中一头牛 水牛是他的首选 水牛内脏饱满后食 口感筋道 是烹制敲脚牛肉的最佳选择 准备料宝 凌晨四点 沿海坊将新鲜宰杀的牛内脏 接回店里 到店第一件事 便是将它们清洗干净 内脏极易腐坏 只有采用新鲜食材 才能保证地道的风味与口感 脏气结构复杂 繁琐的清洗 需要格外仔细 沿海坊总要亲自动手 才放心 汤底 敲绞牛肉的灵魂 牛半骨和牛脊骨打底 牛小肠和牛气喉 依次下锅 2000克牛油 让汤底更加浓郁醇厚 此时 只需静待汤水沸滚 2003年 在北京奔波十余年的沿海坊 决定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我们回来的时候 水土还不适应了 他们都笑 你一会儿去北京 但时间长了 你还回老家了 自己都不适应 沿海坊夫妇 回到了稍显陌生的家乡 做起了敲绞牛肉的生意 对于年少离开家乡 在外打拼十几年的沿海坊而言 敲绞牛肉 只是小时候的模糊记忆 吃肉不如喝汤 喝汤不如闻香 敲绞牛肉汤色清凉 鲜而不闻 香气浓郁诱人 秘诀在于几十味中草药 与香辛料的辅佐 草果提香 白纸出山 豆蔻复味 香茅冲敌牛内脏的高胆固醇 在气与味的纠缠下 最终抵达风味的平衡 尽管在乐山 有着数量众多的敲绞牛肉店 每家店却有着不同的工艺配方 蒙火烘炒 废干水分 将香辛料的附和滋味释放得淋漓尽致 有人就说 哎呀你这个汤的颜色怎么有点黑啊 我们就看看哪个药 起黑色 是不是这个药太多了 人家说那个你这个汤又没那么削了 我们后来又想想 是不是那个白口啊 炒谷这些配的比例也不合适啊 我们就慢慢调节 沿海芳不断调和着香辛滋味 也同样调和着自己与家乡的情感 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 悉心调配的鲜美悠长 连同自己早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苏姬的一角 诞生于马头十四 粗放的船工通常敲脚而食 久而久之便有了敲脚牛肉 这个相当形象的名字 对于沿海芳这样的敲脚牛肉烹制者而言 精细分类不仅是烹饪方式 更是节俭西物的行业风气 毛肚切丝 脊髓斩断 黄喉片成薄片 生猛粗放的牛脏器 在分门别类的精细料理下 只需简单汆烫 即可鲜香入味 对于当年的沿海芳来说 认清这些造型奇怪的食材并不那么简单 网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 虎爪是什么样的 气候是什么样的 我们当上的时候都会 人家要的虎爪断成气候 人家要的什么大肠 什么其他的东西 闹了很多笑话 说实战话在那 因为我可以说是当地人 我都没在怎么直接待 我会在这一天 导致以前是妈咋说 有什么地方 也不太过 没觉得我 并不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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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做什么 沉思你 柜六嬸 你会做什么 活着 小山 表人家要负用 随着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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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斤条增香 新一代与印度辣椒则负责辣味的输出 多种辣椒复合而成的辣椒面 辣而不燥干香可口 辣椒从下锅烹炒到捣碎钢盘 需要一气喝成 才能最大程度保留酥脆与焦香 在苏鸡没有任何一头牛会被辜负 在敲脚牛肉店里 也从不会有任何一处牛脏器会被抛弃 或香脆爽口或嫩滑鲜美 亦或筋道弹牙 在这里各色牛内脏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蘸上辣椒面 配起白米饭 肉香米香与辣椒的香辣在口腔中交织 这才算是老板手肯的地道吃法 一碗热腾腾的敲脚牛肉 抚慰过艰难的岁月 温暖了无数往来于江河之上的码头船工 斗转星移 世事变迁 昔日的光景早已不复 只有那座老石桥与每天准时飘起的肉香 跨越时间洪流 弥合着沿海坊与家乡的疏离 乐山 地势平坦 气候湿润 加之水路交通的便捷 在迎来送往中逐渐形成了喜腊试田 柔和包容的饮食风格 试田的习性让乐山形成了宇川于其他地方 风格迥异的味觉体系 不管是地方名菜还是街边小吃 总是能尝到专属乐山的那一摩田 李洪斌一家甜皮鸭店的老板 做甜皮鸭超过三十年 每隔几天 他都会来到这里购买卤鸭子用的香料 好 老板 我来吃点香料我需要的 我打着了吗 我打着了吗 吃了吗 有没有那个香果 香果有两个 一种带颗一种不带颗 用这种不带颗的 这种我没得更好 但是在这里要冷了又不冷了 给我学这个老气的 好嘛 好嘛 吃好没有了吗 好 好了 好了 你弄的微信给我耍出来 我微信抓给你 好 好 好 吃了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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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常耀 一个在乐山家喻户晓的地名 曾经这里作为工厂繁盛一时 而今厂房早已闲置 未便利厂区的生活社区 却依然生机盎然 李鸿冰和梁孟群夫妇 经营的这家甜皮鸭店 在这里开了将近50年 每天晚上九点 新鲜的麻鸭会准时送到 李鸿冰一天的工作由此开设 制作甜皮鸭 通常选用两至三个月的本地麻鸭 大小适中 肉质紧而不柴 在李鸿冰清洗鸭子的同时 梁孟群会调配好当晚所需的卤料 父亲留下的一锅老卤 沉淀着50年的悠长风味 卤料增香 生姜去腥 高汤提鲜 浸泡6小时 以带味道的充分融合 凌晨三点 燃起的灶火是李鸿冰的战斗号角 卤水烧开 鸭子依次下锅 接受醇香的洗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李鸿冰从岳父手中接过这家店 一转眼已有将近三十年 三十年前 两人的相识同样是因为鸭子 我高中毕业以后 拿那些鸭子拿到市场上去卖 就卖给我们岳父 这样认识他们以后 他再跟我们介绍 他有个小女 就还没嫁人 就是这样认识的 经过两小时的卤制 卤水沁透鸭肉 卤香浓郁 嫩而不柴 此时便可起锅 稍加冷却 乐山人说 鸭靠一层皮 鸭皮地不对道 是一只甜皮鸭 能否获得好评的必要课题 正宗的甜皮鸭是必须要用 这个卤过这个鸭子的卤油来油炸 它本身它有鸭子的这种穴味 再加这种香辛料的卤香味 卤制时吸出的卤油 融合了卤香与肉香 与上显稚嫩的鸭子再次相逢 软嫩的表皮迅速收紧 色泽由金黄变为棕红 油炸的火候 全凭李宏丁多年的经验把控 火候不到 难以保证口感酥脆 火候烧吃 焦糊味则会提早终结美味 冰糖提鲜 白糖提味 土红糖增香提色 按比例依次下锅熬煮 熬化后加入主角麦芽糖 多种糖的搭配组合 让糖浆的甜蜜更具层次 糖浆的干湿度要刚刚好 太稠了以后 你挂上去以后 它要起湿 起湿了对这个口感也不好 如果挂稀了以后 它直接就流掉了 麦芽糖也被称作宜糖 在这糖传入中国以前的很长时间 提取自古物的麦芽糖 一直是主要的甜味来源 麦芽中含有多种淀粉酶 是天然的发酵素 麦芽与蒸熟的糯米混合 低温发酵 使粮食中的淀粉转化为糖 糖带给人类美好的感官体验 对于糖的渴求 驱使古人发挥各种奇思妙想 利用麦芽糖提鲜 消逆解山和味 赋予不同食材百般滋味 头感酥脆 只是甜皮鸭的基本配置 挂糖才是它最终的加冕仪式 乐山人对甜的运用 可谓出神入化 在甜皮鸭的烹制中可见一斑 精盈的糖浆化为华丽丰层 至此 甜皮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色泽红润 卤香浓郁 皮酥肉嫩 糖浆包裹着鸭皮 闪烁着琥珀般的流光 一层甜叠一层脆 入口是陈年的卤香 混合着鸭油的酥香 一抹醇厚的甜蜜 回味悠长 这是独属于乐山的甜蜜滋味 李鸿冰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 梁梦群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早上七点 梁梦群带上刚做好的鸭子 去到店里售卖 从小跟着父亲卖鸭子长大的梁梦群 早就成了老主公们眼中的活招牌 我们有些叫很信任我那种 有地狱来的 他们都不很迷茫 就必须让我再 他们才有那种嘎酒 嘎子一号 嘎子啥子起来 我完全 吃了四十几年了 你啥十年了 开几个后我就一直都要吃 现在日子还在成都 基本上上成都 他们爹名就还要 熟悉的面孔 亲切的味道 有人长大 有人变老 小档口里的味道 却始终如意 我一直觉得 哎呀 爸爸都好累哦 想说一天 反了咯 跟一切话就是反了 每天给你地上呢 都说啥呀呢 觉得多好说呢 反正呢 觉得多忙啊 说一天 觉得毫无聊哦 吃饭了 你看 做什么 看嘛 十几楼 没人尝熟 你的生意怎么样 你爸 对啊 李鸿冰在幕后 做甜皮鸭 梁梦群负责 看店售卖 这样的日复一日 早已成为二人 心照不宣的默契 就像这家小店 也在不知不觉间 成了常要人 自然而然的习惯 乐山人爱吃 更会吃 大道质俭的乐山人 用一根质朴的竹签 穿起了千姿百味的食材 开启了属于乐山的 串串江湖 从温柔内敛的波波鸡 到麻辣鲜香的油炸串串 再到热烈翻腾的麻辣烫 千千挥舞 忠诚百串之城 一根竹签 演绎出无数爱实传奇 温柔建英 一家哺菲鸡店的老板 做波波鸡已经超过二十五年 每天早上八点 他会准时来到菜市场购买新鲜的食材 货比三家 精打细算 这是饶剑英的生活常态 与此同时 城市的另一个角落 有人正在享受着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熊华峰 一个钟爱绘画的麻辣烫店老板 工作再忙 他总要挤出时间交给笔墨 做这个生意处非常辛苦的 晚上熬夜 然后白天我抽头时间来画画 忙碌之余 熊华峰喜欢去户外写生 在或壮阔或清秀的景致中 他总能收获难得的平静与自在 对熊华峰而言 握得稳的 不止画笔 还有菜刀 回到店里 熊华峰即将开始一天的忙碌 牛肉是麻辣烫单品中的绝对顶流 让牛肉炙手可热的流量密码 腌制 也是诸多麻辣烫食材的必经之路 姜末去腌制 无椒增香 土鸡蛋保证牛肉口感嫩滑 秘制酱料的加入 让食材瞬间升华 脆爽的口感 让波波鸡在串串江湖中独树一致 因此 土豆 莴笋等口感清脆的蔬菜 在波波鸡界人气颇高 热水汆烫 断生即可出锅 保证本味与口感 这是饶剑英对食材的最高礼遇 不管是清爽内敛的本味食书 还是热烈张扬的马胃牛肉 只要竹签的一声令下 凭它桀骜还是古怪 直爽还是胶筋 便通通入列 整齐划一 在这个城市 没有什么食材 是一根竹签承载不了的 如果说食材处理的差异 似乎让人难以察觉 汤底的不同便是决定二者性格的显性基因 温和含蓄的波波鸡 口味精髓在于汤底的鲜与香 所谓吃鸡不见鸡 鸡骨汤熬煮八小时以上 让土鸡不必出场 变成了汤底的鲜味担当 波波鸡的口味就是很虚很香 回口带一点甜 麻烦烧清淡一点 鸡汤赋予了波波鸡独特的清鲜滋味 红油则一粒负责 成就香辣醇厚的风味 紫淡头辣度适中 香辣均衡 二斤条入口回甘 香味浓郁 两者搭配制作出的红油 辣而不造 葱姜提味 八角香叶增香 芝麻为红油的醇香加成 最后倒入新鲜制作的辣椒面 煎那个红油的火候 如果油辣了它就会浮 如果油温不够它就煎得不香 做了的辛香 芝麻的醇香 与辣椒的浓郁焦香 在高温的菜籽油中相互纠缠 最终融合为一 相比之下 麻辣烫的汤底热烈凶猛了许多 菜籽油与牛油下锅烧熟 皮线豆瓣酱的加入 奠定了汤底味浓味厚的调味风格 布皮线它以清淡为主 它主要是体现芝麻油的香味 然后这个麻辣烫它不一样 它的油材非常重 然后包括这个麻椒 辣椒都非常重 辣椒 花椒 胡椒依次下锅 二十九味香辛料密制成粉 让麻辣烫的汤底 在麻与辣之外更富有层次 大火翻炒 麻辣与辛香在热烈中充分释放 最终加持了这份热烈 布皮线也是露莎的一张美式名片 但是它是作为一种休息 它不像麻辣烫 麻辣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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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围着一起聊天 喝酒 从早上起床买菜 熬鸡汤 做红油 再到店里营业 招呼客人 饶剑英就这样忙碌着 一转眼就是二十多年 有些人 阿姨 你家的特别好吃 我都发了朋友圈了 花椒了 这是对你的认可 就是自己的舞台一样 个性温柔含蓄的波波鸡 背后是风风火火的饶剑英 见证麻辣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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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的 却是流连于望我之境的雄华风 美食投射出制作者的情感 美食之外 人有着更大的世界 在平时的时候 我是不安静的一个人 当对景画画的时候 慢慢慢慢的一个人自己安静下来 就是我一个人的世界 作为乐山人指定的标配 有麻辣烫的地方 总少不了蛋炒饭的身影 蛋液在油脂中迅速膨胀 浓香榨气 精盈松散的米粒 金黄干香的淡碎 搭配出层次丰富的口感 作为波波鸡的首选搭配 鸡汤饭同样显得温和许多 土鸡汤下锅加热 在鸡汤沸滚前加入米饭 热气翻腾的汤水中 米粒变得松散软弱 最后放入小青菜 让鲜香的汤饭更添一分清爽 过春节访亲友 四川乐山过大年 花样美食绝对不能少 俗话说 实在四川新年将至 在乐山人的春节餐桌上 一场年味大戏即将开演 新年快乐 风尘仆仆 由此归乡 到底是什么美味 让他们期待已久 成为回家好必吃的第一口 赵虎带你去吃年猪 吃年猪 一族同胞过大年 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 才能营造出肉香与麻辣的完美平衡 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压铃 树根也能当食材 究竟是何种灭料 成就了一族烤全羊的味道灵魂 好神奇啊 把它这样撒上去 贴春帘穿新衣 究竟有哪些精彩的年味 闪亮登场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胡书是味道调查员杜宇洋的老朋友 作为一名当地电视台民生栏目的主持人 他经常奔与百姓之间 对乐山的美食也是了如指掌 你猜这夜市都已经给我们吃收摊了 哎呀 我告诉你 这才是我们这次这个乐山牛二美食之旅的 刚开始 刚开始 这还不断呢 对 这今天这次算继续 对 那正餐应该是什么呀 正餐那就是明天呢 我会给你推荐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才是我们乐山人获名的一个大场面 大场面 听起来很棒 对呀 在胡书的推荐下 杜宇洋来到乐山市沙湾区牛石镇的御坝村 哎 宇洋 快点 就等你了 你已经在杀猪了 杀猪啊 对 新年将至 在成都打拼的玉丽 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小丽告诉杜宇洋 春节杀猪请客 是当地村民约定俗成的规矩 不知道这场村宴大戏 会有哪些经典美味呢 小丽 我跟你说 这个场景我特别喜欢 就是 跟我们东北农村 过年杀年猪差不多 但是我们这边把猪杀完之后 就是可能全村老头都过来吃 要吃那样杀猪杀 咱们这怎么吃 我们这边的话 就像是吃刨汤 就是辣味的 就是剩下的又大活动中 来做辣肉的 对 乐山人的新年 是充满烟火味的 各种辣味轮番登场 肢体舒展的辣鸭 辣体 瑟瑟油润的辣肉 这些辣味凝聚了火与烟 阳光与风 时间与人情的味道 是乐山人春节期间 最有深意的美味 听小丽说 在这些辣味中 人气最高的当属辣肠 在乐山 辣肠又称香肠 是每家每户 过年时必备的年货 小丽一家自然也不例外 可是这边猪肉刚分解完 小丽就拉着杜宇阳 往后山走 这是要干什么呢 我看您的架势拎着把刀 然后把我往林子里带 不是做香肠吗 是 咱干嘛去了是 我们是去砍竹子 你不要怕我 你怎么样的 砍竹子 对 这砍竹子和做辣肠有关系吗 有关系 我搜索了一下 我之前做辣味的记忆 好像没有带竹子的 我们这里都是用筒筒 煮的 煮些东西 挂了香肠 它是一工具是吧 对 行 我现在想不出来 等你砍吧 哪根 这个吧 这个比较均匀一点 小心一点 好 OK 好 差不多 这齐了吧 可以回去做辣肠了 是吧 可以可以 走吧 竹子究竟有何妙用 小丽表示先别急 一会儿就让杜宇阳开开眼 听说这个 做这辣肠 好像肉和料的比例 还挺奖合的 对 是的 那这个比例 一般都是多少 十斤香肠的话 十斤肉 胡椒五千 花椒五千 干海椒 吃的辣一点的话 就是三两 吃的稍微淡一点的话 就是二十五两 二两五 白糖 就冰糖一两 然后盐三两 听小丽说 乐山腊肠 各家味道都不一样 关键在于 配料的配比 不过 看着眼前的这本肉 杜宇阳 发现有些不对劲 我多问一嘴 好 这是做辣排骨吗 不是 别告诉我 这是做辣肠 对 这真的是做辣肠 它里边中间 有一根骨头 然后在里边 不把这肠衣都戳破了吗 不会啊 再说了 做成香肠状 一切开 怎么吃 怎么咬啊 那你自己是真的要试一下 用排骨做辣肠 才真是头一回听说 小丽告诉杜宇阳 这种做法不同于做辣肠 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 为的是让排骨 也能借助小丽喜爱的 辣肠腌料味 我这费了半斤斤 砍的是竹子 这怎么回事啊 这还到现在没用呢 这个是用 我们用来 弄香肠 把这个肠子 瓦在里面 等到了灌辣肠的 这一步 杜宇阳终于明白 小丽为什么 带她去找竹子了 用粗细合适的竹子 消除竹筒的形状 再把一端消息 就成为了一个 天然的灌辣肠漏斗 将处理好的猪小长长衣 套入竹筒的一端 然后一点点地 将腌制的猪肉灌入 好塞吗 其实还挺好塞的 还可以 还可以 就看这一大块一大块的肉 都塞进去 这是干嘛 这是把里面的气放了 放入气 一边灌 一边打孔 将肠衣中的空气排出 让肠衣内的肉质 更加紧致 这腊肠都做好了 对啊 下一步 勋 是吧 还擦一步 综页我们用来碗 就是把那综页弄成团 然后挂在上面 是吧 就拿着一大扇来 对对对 是的 小心点 这个比较简单 一直搓 没有 我先弄个基本的形状 然后我再 对对对 新鲜摘下的棕榈叶 几个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拧成挂腊肠的草绳 距离美味上桌 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其实我看那个熏腊肠的时候 有好多种熏的方法 这种就通风的 就太天井了这种 大概是得熏多长时间 椰子大一点的话 就是三四天 椰子小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左右 小火慢炖一样 对对对 就是这批 总算是折腾完了 是吧 对对对 但是就是这炖可怎么办 有卸成的呀 有香肠腊肉啊 就吃这个已经熏好了是吧 对对对 摘一点 那咱就去坐去呗 走 我带你去吃年猪 吃年猪 对对对 亲朋好友围拢在饭桌上 一桌年饭把村宴的气氛推到了最热闹的时刻 拿一个热闹的感情 最后 Ban Jacques 有点热闹的 厨厚干香的辣味 海老bury 大姑娘 好吃吗 辣肠吃到嘴里 鲜腥的肉香混合甜辣的滋味 直冲味蕾 一桌辣味 不但是由子们期盼的故乡记忆 更是他们思念已久的家乡味道 新年快乐 春节期间喜庆的气温在空气中弥漫 但这里却俨然世外桃源的样子 味道调查员李爱林 来到了乐山的马边遗族四肢县 这是一座被青山绿水环抱的小城 能歌善舞的遗族人 用大自然的馈赠 滋养出独特的新年美食文化 今天我们来到了马边遗族自治县 据说在这儿呢 遗族有和汉族一起过春节的习惯 他们亲切地称之为寿酒 遗族作为中国最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之一 他们的美食也同样别有思维 听当地人说 想要深入了解遗族文化和特色美食 最好的方式就是融入他们的生活 才能感受遗族独有的味道 在遗族人的生活里 春节是享受农贤的最好时光 一堆篝火挤人为惧 便会传来欢歌笑语 这样的氛围里 自然少不了美食作伴 师傅您好 这边是在杀猪吗 准备说做什么菜啊 对 杀猪准备做鱼族的包辣 包辣是什么 不说现在我们就去看看 好像菜 对 屈比兴翼是土生土长的马鞭仪族人 平时最让她牵挂的 就是在异乡求学的女儿 因为我的女儿在外读书 很少回来 一个假期回来也不容易 我们跟女儿做包辣 让她回来的时候 分享包辣的味道 让她不管出门在哪里 让她记住家的味道 记住遗族人的味道 新年一时 马鞭仪族人家家户户 会挑选最健壮的一只土猪 用它的后臀肉和猪土 以及各种调味品 制作当地特有的球形腊肉 然而包辣与普通的腊肠腊肉 有怎样的不同呢 不仅做法不一样 而且送的人也不一样 腊肠是送给长辈 送给亲戚 包辣就是家里面自己吃 在马鞭 一家做肉全村忙 乡邻好友刚帮忙杀完猪 又开始为曲比星翼 打熏包辣的支架 此刻 经过一番忙碌 曲比星翼也已将 所有的食材准备就绪 她告诉爱琳 制作包辣的第一步 是清洗包辣的外衣 也就是猪肚 想要包辣变得美味可口 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平时吃猪肚的朋友 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扰 一个是很难清洗 而且它这个味儿有一点大 猪肚就是先还是用刀片 把这里的 有些脏粘的上面的东西 把它刮干净 刮好 然后后来就是要用这个盐巴 盐一下 盐巴这样 把它刷上去 再放在这个水里面清洗干净 然后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用刀刮猪肚 不仅是为了清洗干净 也会减少猪肚的厚度 让包辣的外衣 变得更有弹性 再经过与食盐的反复揉搓 直到猪肚 完全没有了油腻的手感 用水清洗后 才算完成第一步 紧接着 曲比星翼开始准备 包辣的核心食材 她将出肉量最高的猪后臀 分切成大块 曲比星翼告诉爱琳 猪后臀肉肥瘦参半 这样才能满足 遗族人大块朵移的唇齿快感 而下一道工序的腌制 也是女儿最喜欢她做的 包辣的秘密素材 现在调料是要放肉里 还是直接放猪肚里 放肉里 先把这个调料拢好 然后放在肉里 辣椒段 对 咱们地狱的一个特点 就是一定要吃辣的 对 因为那个葡萄肉有了辣味 它才变得更香 更回味 调味料是菜品的灵魂 每一种调料的多少 决定了最后的口感 曲比星翼 按照女儿喜欢的口味 逐一放入蒜 辣椒 姜 再撒上几把青花椒 这也正是马边遗族人 独特的包辣做法 在满足刺激味蕾的同时 还能让腌制出来的猪肉 浓郁新香 层次饱满 腌好了猪肉 接下来就是装入万衣 猪毒里 曲比星翼说 包辣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个装 而这个装要非常讲究 过年时节 姨族家家户户都会做包辣 这也是大家展露手艺 秀出幸福的高光时刻 无肉不欢的姨族人 在任何美食中 都追求着食的快感 与重口味的味觉刺激 曲比星翼将腌制好的猪肉 装入猪肚中 真没想到 一个猪肚居然能成这么多肉 我看着已经装了很大了 还能再装吗 还可以装一点点 你看已经撑得那么大了 一颗包辣是否饱满和圆润 也决定了它的外观是否好看 而此时的捆扎要非常小心 稍有不慎 风鱼的包辣就会被戳破 结实了吗 对 好漂亮啊 对 我能掂量一下有多沉吗 哇 好沉啊 感觉有一点像在举压铃 对 有五六斤 一种丰收的感觉 对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包辣拿去烤了 对 拿去烤了 熏烤的木架 熊熊的木火 已在期待着新鲜的包辣到来 喝腊肉先晾晒 在熏烤的制作过程不同 刚刚制作好的包辣 就直接上架熏烤 松木枝在火塘中燃烧 淡淡的木香一点点释放 包辣也在烟雾缭绕中 散发出阵阵迷人的香气 等待烟火渗透 水分消散 调味融合 即是品尝包辣的饕餐之时 咱们这个包辣放到火上熏多长时间 最少都二十来天 二十天这个火那不能停了 宜族从上火 火是永远不能熄灭的 包辣熏至越久越有风味 宜族人将带有原木味道的香气 融入食物赋予力量 品味着这份人间烟火气息 硕大饱满的包辣 不仅心系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疼爱 也包裹着宜族人 对新年的热情与期待 那大家伙说说 我们今天做的这包辣怎么样啊 我们的包辣 最大 最人 最香 斯莫格尼 马边的包辣是遗族人的传统年位 而在一山之隔的鹅边 这里的遗族人却有些不同 位于鹅边县城的古街 拥有数百年的历史 这里曾是鹅边最繁华的地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 古街也逐渐焕发出新的鹅边味道 还没有关注的 关注一下 关注你们单身的 给你们介绍女朋友 从前我唱一首歌是没有 可以的 可以的 这是在直播吗 老板 对对对 你好 要打扰你了 你这边烧烤边直播呢 对对对对 透露一下你这全网的粉丝有多少呀 才几十万呢 好吗 哈喽 大家好 爱琳偶遇的这位90后遗族小伙子 名叫冷屈打曲 她既是鹅边小有名气的烧烤店老板 又是一位拥有数十万粉丝的美食博主 别看冷屈打曲 在家乡的事也做得风生水起 就在几年前 她也和许多外出打拼的游子一样 向往着大城市的繁华 之前是有做过金融 有做过保险 外面的话虽然好 但是外面学了也不少东西 但是它压力比较大 这边的话 相对而言压力要比较小一点 早年的经历 让她深知在外打工的不易 每逢农历新年 冷屈打曲都会用自己最拿手的家乡菜 款待回乡的小伙伴 我们一度比较有特色的 跑跑烤全羊这样子 跑跑羊 我还头一回听说 刚好这两天 外面打工的朋友回来 然后准备请他们一起吃 然后一起稍微聚一下 要不一起赏一下 真的吗 可以吗 可以 那我需要帮你做什么 看然后可以体验一下 冷屈打曲告诉爱琳 她在做跑跑羊之前 要先到山上去寻找一味蜜料 到底是什么呢 慢点啊 这有点滑过 我小心 前两天我在这里经过的时候 有闻到过它的味道 我不知道今天看一下有没有 找蜜料还要闻味道 这让爱琳十分期待 在这片深山老林中 究竟藏有什么地道的 遗族风味呢 这个就是 味道好像有点香 我们找到了吗 对对对 救它 天哪 终于找到了 太香了 从来没有闻过这种味道 刚才在挖的时候 其实能隐约感受到一点 现在就更加的清晰了那种 很深刻 突然觉得就是很有一种提神 醒导的感觉 听冷屈打曲说 这就是她做羊肉的关键食材 木浆子根 这种调味料 这种调味料被誉为 遗族人的香料之魂 有了烹肉的神器 接下来就要准备羊肉了 冷屈打曲选用的是当地出产的绵羊 这种羊在山间散羊 跑起路来非常快 所以被当地人戏称为跑跑羊 与山羊相比 绵羊不仅脂肪含量高 而且没有山味 是上等的食材 在鹅边遗族人的心里 羊脚越大越弯 越能展现出对客人的尊重 在冷屈打曲心里 把所有精心准备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才能为好友们制作出 最有诚意的烤全羊 来 我试一下 等下卖的我先把那个 把这个割一下 这淋巴肉给它割一下 这不能吃的 这个刀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你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有没有眼熟 这个不是我上山拿的那一把吗 对对对 还可以一刀多用吗 这个是以前16岁的时候 我父亲传给我的 它是多功能性的 然后那个上山的时候这样带 然后上山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 然后遇到可以那个滋味嘛 是这样子 然后可以这样子 穿包包里面 如果遇到野兽 或者遇到狼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拿来自饱了 对对 自饱 自饱 对对对 哇 原来这是你的船家吧 烤羊需要两个多小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羊肉的鲜香已经冒了出来 羊身上最香的地方是哪个地方 羊身上最香的是 应该是最入味的是 中间这一部分 中间这一块 对对对 我还以为是后面的 比较脆一点中间的话 可是问题来了 羊肉都快熟了 这木姜子怎么还没派上用场呢 这个就是我们刮到的木姜子 大家看 直接就可以往上去削吗 要切烤一下 要切烤一下 把它的香味给烤出来 对对对对 比如这样子 这里好一点 这火大一些 嗯 怎么来操作呢 然后这样子往上面刮的 我可以 来 试一 哇 好神奇啊 我以为要把它切成小块小块地放上去 结果只是把这个表皮这一层 刮上去就行了 对对对 你试一下 好 非常简单这个 这个刀离这个木姜子 不能太使劲 而且得稍微有一点点悬空的感觉 嗯 把它这样撒上去 木姜子清新的味道 可以去除羊肉的山味 同时具有很好的解腻效果 当羊肉烤至九分熟时 冷去打取便停止了加热 而这也是一族烤悬羊 在烹制方法上的独特之处 九分熟的羊肉 撒上盐 辣椒粉 胡椒等调味品 这是冷去打取和小伙伴们 最快乐的时刻 背面稍微转一下就可以 平时的话 也是你们大家一起来做羊吗 对对对 是是 基本上一年一次的这样子 对 一回来要聚嘛 就聚的时候都这样子 对对对 虽然小伙伴们 常年在不同的城市打拼 每到春节将至 他们回到家乡 换上遗族的服装 总能立刻找回 共同的记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